今天我们来说一下香港 距离上一次说香港 仅仅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了 我想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没说香港了 那么现在这段时间 香港有一些新的发展和变化 我觉得有必要来总结归纳一下 那么说这个事情的迄今 就是最近是进行了所谓的国庆长假的放假 内地有很多游客去到香港旅游 香港方面在此之前 也是对于这次的国庆长假 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认为可以靠国庆假期 内地游客来拉动香港经济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并没有发生什么国庆假期之间 香港经济繁荣的情况 这个现象其实就说明 香港人还有内地人都必须面对现实 就是整个经济往下走 香港不会再有任何的反弹 而是出现一个百业萧条的情况 但是在百业萧条之中 却有一个行业 却是逆势繁荣 这个行业就是和走资 出逃跑路相关的一些行业 但是这个行业是非常狭窄的一个行业 它不能够支撑起整个香港经济 所以整个香港经济 还是一个不死不活的状态 看上去好像还活着 但是实际上内核已经死了 灵魂已经死了 所以这就是很可悲的一个情况 就是类似于僵尸一样的情况 明明死了 但是不能入土为安 却要继续出来活动 那么整个香港走入僵尸经济这个阶段 就说明时代正在发生一个不可逆的变化 我们先还是通过一些数据和事实来看一看什么是僵尸经济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彻底垮掉以后 现在香港自贸区 它的经济是靠什么来支撑 根据最近这段时间观察来看 表面上它靠两种东西来支撑 第一就是靠地摊经济来拉动香港的发展 这也是香港内地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香港主管经济的陈茂波之前就在媒体上公开说 希望业界要合力搞活香港的夜市 需要依靠香港的夜市摆地摊来拉动经济 这种提法在过去的香港是从来没出现过的 它就说明香港的经济增长点已经是彻底消失了 现在只能依靠消费降级 靠内循环的夜市来勉强维持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就是靠一种叙事经济学 靠讲故事 靠媒体的宣传来塑造一种乐观的预期 用这个方法来稳住经济 现在香港的媒体都是红媒 已经是没有其他立场的媒体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是一边倒的各种乐观的宣传公式 那么在各种宣传和忽悠之下 市场对于香港的信心又会开始回升 这个是标普发布的香港商业信心指数 可以看到 23年整个预期是创下新高 可以说是最近10年以来预期最为乐观的一个时刻 那么和这种预期相对应的是香港最近的经济数据 根据香港政府在今年8月的统计 目前的经济和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相比是有所反弹 香港第二季的生产总值增长1.5% 那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也从原来的3.5%上调到5.5 那在这种预期不断升高的情况下 香港方面就对于十一长假 尤其是内地的游客产生了过高的期待 那就像新年的国产007当中的桥段 你以为他们订的是豪华的丽津酒店 其实他们预订的是丽津大宾馆 他们消费的对象是如花 那么事实也证明现在内地人去香港消费和过去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今年有很多香港人就已经发现 自从内地的经济开始衰退 灵活就业增多 去到香港的旅游者 他们消费能力也是大为降低 在官方统计的跨境人数当中 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跑到上水去接获的水客 以及原本就居住在深港两地的居民 所以实际的游客数量根本就没有那么多 而且在这些游客当中 现在是非常流行所谓的特种兵穷游 那这个意思就是去到一个地方旅游 尽量是吃免费的 住免费的 用免费的 把消费压到最低 那么特种兵穷游者 当然是不可能拉动香港的消费 那么香港媒体今天也在报道说 来自内地的穷游者 他们为了避免酒店开销 于是就在香港政府临时的避暑中心居住 甚至是混进香港中文大学 在教学楼里面睡觉 那这样的旅游呢 根本无法拉动消费 反而还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增加社会负担 那所以说 之前香港对于内地过高的期待 肯定会回落 香港人必须回归现实 认清现实 直接去面对目前的经济困境 香港是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不可逆 那实际上我们再看一下 目前香港的经济的实际情况 就会发现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乐观 来看一下香港的进出口数据 那通过图表可以直观的看到 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数据 目前都是一个下跌的情况 那整体来说 在贸易的方面是没有什么太大起色 那香港的金融市场也是这样 整个恒生指数一直是位于低位 近段时间是在17000点上下 和两年前的30,000点相比 整个股市是大幅缩水 那资金也大量的从股市往外流 更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楼市 来看所谓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这个代表香港二手房的基本走势 那可以看到 现在是处于2018年以来的最差情况 那需要注意到在23年初刚刚解封通关的时候 市场是突然反弹 那这个时候房价也是开始反弹 那香港的业主呢 马上是逢高出货 迅速卖掉手里的房子 所以逢高出货 这个就是香港楼市和股市 未来长期的一个规律 那么香港的楼市股市 目前就剩下一个作用 就是让资金离岸 让资金跑路用的 那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作用 那么从资金走势 就可以更明显的看出来情况 那今年第二季度 香港资本净流出大约是100亿美元 那从过去几年的历史图来看 基本上在疫情爆发之后 整个资金流向都是以净流出为主 和过去那种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 是完全相反 那香港愈发成为一个短期的资金中转站 不再具有中长期的资金吸附力 那从以上方面来看 香港的经济是不可能有大方向的改变了 剩下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制造短期利好 方便逢高出货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所谓的僵尸经济 它本身是没有任何内生的成长性可言 那么香港原本它是一个西方资本 对接中国经济的一个窗口 那现在西方和中国完全的经济脱钩 所以香港这个窗口功能 它的功能在不断的下降 以至于最后会消失 那么也就是说呢 香港这个城市的精神灵魂气质 最后会荡然无存 只留下一些功能性的行业 那这个情况是非常悲惨的 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僵尸经济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到底最后香港的走向是什么 那么香港作家倪匡在追龙当中写过一段话 被很多人看成是对于香港的某种预言 这段话就写到说 不需要摧毁这个城市当中的建筑物 也不需要伤害这个城市当中任何一个居民 甚至表面上看来 这个大城市也和之前完全一样 但是呢 只要让这个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 就可以让它毁灭 那这个城市依然是存在于地图上 但只是一个躯壳 不再是有生命的一座城市 那这段话描述的情况 确实跟香港有几分类似 不过问题在于文学作品通常是过于煽情 把个案过于放大 以至于让人会看不清楚整体的全貌 那实际上香港的案例并不具有独特性 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商业城市 金融城市都经历过崛起和衰落 国家的兴衰 城市的兴衰 它都属于事物正常的发展规律 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这个兴衰当中的原因是什么 倪匡的这段话当中 有一个地方是说的特别对 就是如果说城市原本的优点 或者说原本的特色它消失的话 那这个城市就等于是死亡了 那么一个城市原本特色的消失 大概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 这个城市本身或许并没有变 但是它周围出现了更多其他的选项 发展出了其他更好的城市 所以这个城市原本的那些功能 就被更好的选项所替代 那么这个是一种择优的优化的消失方式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第二个方式 就是并没有出现更好的替代项 但是因为这个城市本身 它的特点全部消失了 它自身在退化和消亡 那这是一种非常劣等化的消失方式 那从两种消失方式来看 那香港显然属于第二种 它是属于劣等化的消失 那在1997年香港主权被回收以后 这种劣等的消失方式就已经注定了 那么与此相反的案例 在历史上就有很多 比如说在欧洲 有一些现在看上去很普通的城市 在历史上就曾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 那比如说安特卫普 它在欧洲宗教改革时代 曾经是全欧洲的金融和贸易中心 那么它之所以成为中心 就是因为这个城市 在当时有一种自由的特质 那自由就是发展金融和贸易的前提 资本自由贸易自由这个特点 在那个时代的欧洲还不是很普遍 那著名的英国经济史学家 理查德托尼 就把安特卫普形容为 当时最为国际化的欧洲城市 他写道说 安特卫普是第一个不靠内海 而靠海洋取得财富的城市 它成为欧洲历史上几乎唯一 没有受到挑战的杰出城市 那贯通东西的漫漫海路 在它的港湾相遇并且结束 那么不管是那个时代的葡萄牙 还是西班牙 都把安特卫普作为重要的商业基地 那这个地方廉价而简便的商业贸易 就带动了整个金融的发展 在当时商业发达的南德意志地区 有很多商业机构都来到安特卫普 建立他们的基地 从而使这个地方变成了 整个欧洲最具活力的金融中心 但是在后来的时间里面 当整个欧洲进入现代社会之后 自由这个价值就不再是 安特卫普独有的特点 新崛起的另外一些金融城市 比如说伦敦巴黎等等 就逐渐取代了这些老金融中心 所以安特卫普的地位就开始衰落 但是这样的衰落是一种良性的衰落 那么回到香港的衰落 它是一种恶性的衰落 是一种自身不断退化 劣等化的衰落 那在这个退化的过程当中 香港经济肯定是没有前途可言的 它可以说是百业萧条 但是在百业萧条当中 唯有一种行业还可以繁荣一段时间 那这个行业就是和走资相关的 上下有行业 包括银行金融机构所涉及的相关业务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里需要稍作解释 我们来看过去 香港在金融方面的两大功能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吸引资金流入 第二就是方便资金流出 那所谓资金流入 就是香港通过它对外开放的金融市场 让国际资本可以很方便的 去投资中国的上市公司和企业 这个其实是一种吸纳资本的功能 那另外由于香港资本流动 不像中国大陆那样 容易受到监管和限制 因此资金流出香港 比较没有额外的障碍 在赚到钱以后 可以让有一些资本比较方便的流出 这是它的第二功能 那现如今 虽然中西方脱钩加速 香港在第一方面的功能 也就是国际融资的功能 在迅速的削弱 香港这一个金融市场 是很难再吸引到西方国家的外汇 它只能够吸引到中国现阶段的盟友 比如说俄罗斯 伊朗等国的外汇 那么这些国家的外汇就基本等于废止 它并没有国际购买力 那不过在资金流出这个方面 目前的香港依然没有设置流出限制 那这个功能 估计在今后一段时间 还会继续保持 那虽然中国上一个朝代的资本家和官员 都被打倒抄家 但是新崛起的一些权力阶层 他们也有把钱汇往境外的这个需求 所以这个功能 依然需要通过香港来完成 这个就是一种路径依赖 香港在过去100年就是一个大型的汇丰银行 它对外的金融网络 以及相关的业务网络 已经是深入到这个地方的机理 短期内是不可能消亡 就算是最为极端的情况 也就是这个正规的汇丰银行大爆炸 但是依然会有残余的大量民间钱庄 和小型的汇丰银行在运作 也就是说 香港的传统金融功能 目前已经失去了一半 那剩下这一半的功能 就只能支撑一些非常狭窄的行业 那除了走资相关的行业之外 从整个香港经济来说 不管是贸易 旅游 金融 地产 它都会全线崩塌 所以香港给人的感觉 就是看上去还活着 还能动 但是内在已经没有生命力 所有行业的前途都已经结束 唯一使得这个经济体 还假装活动的原因 就是因为北京方面 依然要香港具有某种洗钱走资的功能 也就是说 现阶段的香港就像是一个死人 但是得不到善终 不能够入土为安 这个死人被强行的从坟里面拉出来 而且被施加某种法术 变成一个有活动能力的尸体 这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 那一个城市 即便是死亡以后 也不能够入土为安 这无论是对这个城市 还是对于它的居民来说 都是一种最高的侮辱 那目前中国和西方 是完全位于两个不同位面的世界 这两个世界遵守的基本法则 是互不兼容的 但是在中国这个位面当中 还是有一些资本和人力 需要流向西方的位面 那香港依然是位于两个位面之间的 一个过渡位面 或者说是类似于传送门 魔法门一类的东西 但是随着魔法的力量减弱 这一道传送门最后也会消失 香港这个传送门的消失 从目前来看 有以下几个标志 当这几个事情都发生的时候 这一道传送门就彻底消失了 整个位面的内部 就会发生剧烈震动 这个标志首先就是 港币的功能 完全被数字人民币取代 也就是港币实际上是名存实亡 第二个 香港特区护照 开始不被大多数发达国家认可 这个就说明 外界已经完全把香港和中国等同起来 香港不再是一个过度位面 目前有些国家专门 针对香港人开设的特别移民通道 以后也会陆续关闭 比如说目前英联邦国家 专门开设的香港通道 这些通道关闭之后 香港人就无法再通过正常渠道 移民西方 当这三个事情同时发生之后 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传送门是彻底的关闭 从这道传送门关闭的那一刻开始 香港就不再是一个城市 它会变成亚洲最大的难民营 因为香港的人根本跑不出去 而中国内地还在不断的往香港输送难民 这个很可能就是香港最后的结局 那么当最后这个时刻来临之前 香港还是处于一个僵尸经济的状态 和难民营这个状态相比起来 僵尸经济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所以现在反而是一个好时候 时间越往后推 情况越悲惨 那么最后当香港进入难民营经济的状态的时候 中国内地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那我之前也在节目里说过 中国内地最后的方向 肯定是往封闭落后方向发展 那我曾经提出一个说法 就是最后整个中国是一个大号的朝鲜 那我现在觉得这个朝鲜的说法 还是过于乐观 其实中国最后的一个归宿 是一个大型的红色高棉 这一点完全不夸张 因为当年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就曾经明确的表扬过 红色高棉模式搞得非常好 他非常认同波尔布特同志 搞的那一套体制 所以当年毛老师没有实现的东西 可能现在梁家河可以帮他实现 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请大家都要做好准备 耗资为之 好 今天就是这些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